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大和 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四大关键字 66亿丢水里 科国密室协商 科学民调厉害了 抗中变变变 恶物尾巴 现代化的战士 无人机是主体啊 台湾要跟上 断绝红色供应链 蔡政府是听说的 当初豪洒66亿成立的国家队 军用商规看似好事情 但现在做得出来吗 经纬航太是得标的其中一家 他直接说白啊 我做不出来 我买也要买进来 搞到现在连国外厂商 都想要施压抢单 整出戏码是脱裤子放屁吗 国家队变成国际队 而现在被丢到水里了 还有蓝白盒 蓝银再不硬起来 真的是被看没有了 最讨厌密室协商的科文哲 昨天又跟郭台铭偷偷吃饭了 之前说他们聊的是日币贬值 这次什么都不说啦 尤其昨天拿出了三份科学民调 科文哲的科 问题出来了 处处是漏洞 不想和就别演了吧 至于赖清德抗中保台的神主牌 达到最后开始转弯了吗 大陆生纳入健保 当初不是反对最大声的就是你们吗 除此之外 代理孕母跟进在野 政策大转弯 这一切是想通了 还是通通为了选票呢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时事评论员黄义忠 赵雄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大家好 讨论市议员林涛 赵雄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周伟涵 大家好 好 我们从最近的很多战事 尾巴战事 恶物战事 都看到一个声音 无人机 无人机现在已经是 现代化战争当中 一定要需要的 经济成本比较低一点 CP值比较非常的高 有没有 你花一点时间的钱 就可以去打了一个 譬如说有战车啦 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地方 台湾是不是要有 需要无人机 有啊 我们无人机蛮有名的 来看到这个860 在恶物战事的时候 也有出现到 甚至呢 还有专题来报导 航程20公里 滞空40分钟 有6到8枚的破级炮弹 那另外呢 在这个中科院这个地方 也有两款 同云二型 瑞渊二型 相关报导 大家都有看到 包括做什么电子征搜啦 卫星导航啦 红外线征搜等等 这两型啊 现在也被列为 就是还蛮重要 或许有其他国家 想要跟我们买 那现在问题点来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个无人机 这么的重要呢 会不会是因为 在2022年8月5号的时候 还记得那时候 中国的无人机闯进金门 拍了一系列 有没有 我们的军人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呢 最后只能拿石头去丢它 这个声音啊 蔡政府听到了 所以他认为 借由这些所有事情 他说 我们要成立国家队啊 什么国家队 无人机的国家队 他说要投入66亿元 向国内厂商采购 军用商规 无人机 还有反制的系统 不过现在问题点来了 这一些所谓的军用商规 好这些 这些厂商 真的能做得出来吗 今天媒体就有报道了 他说 当时有三四十家 有十家 第一次验证都没有过 最后只剩下寥寥无几的 包括有金伟啦 雷虎等九家获选 但是最后能够交货吗 因为他的品项 有非常非常多 到底有几家交货 有些是不能够交的 那包括军用商规 厂商遇到困难点是 我就做不出来啊 所以还要求 中科院释出技术 那包括了金伟航太的 这个董事长也有说 我做不出来 买也要买进来 那就奇怪了 当时是扶植这个产业 要有个产业链 现在又说没办法做出来 要叫国外的厂商进来 那是不是脱困子放屁啦 所以现在又有个传说 媒体披露有国内外的厂商 施压国安单位 等于是从国家队变国际队 其他国家人进来抢标嘛 你们没办法做出来 那我来嘛 对不对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国防部发言人说 否认施压 不过这一次 我刚刚提到 金伟航太的董事长罗正芳 现在也被拿来说嘴 原因是什么 绿油油啊 这不是跟光电那时候一样吗 对不对 难道又是下一个绿油油 来看到罗正芳 他是野百合运动核心人物 民进党籍台南市场 张灿户的建设局长 陈水扁任内担任交通部长 交通部长的 部长是主任 那另外也曾经担任过 汉翔公司的总经理 参选过立委 不过说到金伟航太 现在也陆续把资料 全部都翻了出来 包括了 因为他过去年年亏损 在2020年还终止新贵 不过最后是因为用私募的方式 获得基金 加上有无人机国家队之后 加持下 今年7月重新新贵 所以这次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些所谓的军用商规的 这一些厂商 能够做出来吗 第一个 第二个是不是 会不会又选入所谓 绿油油正义 义忠哥你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先说一件好事 脱离红色产业链 觉得是好事 我们这里来 但是这个66亿 会不会最后丢到水里面 是这种感觉 那你要先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现在的重要性 在乌俄战争 大家都看得出来 所以台湾需不需要 打造自己的无人机品牌 需要 因为特别是国防产业 如果你都靠国外供应的话 万一台湾被封锁的话 这个我们可能没办法做 所以大家第一个确定 无人机自己国家做OK 那第二个台厂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看起来也不错 台厂确实也帮国外的 无人机产业做了一些代工 所以可以帮人家代工 我们自己发展也可以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有脉络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们有相关的产业链 所以其实最早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嘉义县长翁张良 就在他们那个嘉义大 台湾体育大学的嘉义校区 他们就打造出一个 翁张良就说 我要打造这个无人机国家队的 这个研发中心 那蔡总统也有去视察 然后去年的时候 时间的脉络是这样 在去年8月的时候 蔡总统就是为这个亚洲无人机 AI创新研发中心 反正就是接牌 然后就说台湾要来自己做这件事 去年 所以过来不久 国外部就抛出一个 今年2月的时候 国外部预计就说 我们要采购3000多架的 所谓无人机这件事 是军用商规 军规的规格比较高 这个是所谓商规规格比较低 但是是国外部要使用 主要是用来兼真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国外部这个标案出来以后 当然有一些相关的产业 大家就开始去讨论 所以其实有好几十家的厂商 对这个有兴趣 那就因为66亿的 就3000多架 那重点来 当时国外部的条件是说 这个预算还没编 现在目前在立法院编 然后说今年7月 你要先交出原刑机 比如说我要知道你厂商 这么多家的厂商 大家都说我们有1月 你要做很短 原刑机要做出来 因为国外部有给一些规格 拿一些标准的规格 所以你要做 可是这个东西在7月的时候 很多厂商 它规格就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怎么办 那国外部就说好 那我就给你再delay一下 最晚 目前的说法是说 最晚要 就是有的要改进什么的 那到10月底前要完成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讲人听的 你能投票的机会都没有 谁跟你说拜拜了 就是这样 那我补充一下 关于罗正芳 有人在拿到说 跟之前那些门神比 但我觉得平常讲 我不认这个人 但是他不是门神 因为第一个 他以前陈大毕业 他是念到 德州大学奥斯汀唐太博士 他是相关产业的 他是专业的 1998年 本来在NASA有机会 后来离开NASA 然后回来台湾 那时候他在阿扁时代 做到汉翔公司的总经理 然后2004年 成立这个经纬公司 你说他在这个产业 已经做20年了 所以你如果要拿他 跟那些某一些文组般的 去做那种 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那种门神比 我觉得是有点 就比较难兜在一起 来 波继哥你怎么看 其实应该这样讲 这个这一次的状况 比较像是先射箭再画吧 那怎么说就是我要无人机 我在叫厂商把这个 这个你的原型机交给国军方 我们验证过之后 我再来编预算给立法院来审查 也就是说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 可是他却一开始忘了一件事情 如果比如说我们 如果是我们国军要使用无人机 第一个你应该是先设定 比如说陆军需要的是什么样的 海军需要什么样的 空军需要怎么样的 各个军种的无人机的需求 是国际标比较好 还是国内厂商比较适合 是 再来再来做后续的规划 而现在因为有了无人机的国家队 所以全部都要由本土厂商来交建 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 假设了国际上已经有 比如说几款 是也没有红色供应链的 比如说像美国也有能力 比如说很多国家 可能都有相关的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用采购的方式 就可以降低很多所谓的研发成本 你也说成国外买还比较便宜 有时候看一看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有些国内的厂商 他为了要避免 避开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他同样也是去跟现有的 这些有能力制作 无人机相关零件的这些厂商 去批他的零件 那因为你还没有得到 一个所谓的量产 所以相对你的取得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有可能最后拼装出来的 这个成本比较高 可是效益不见得比 这个国际上的一些知名 已经在实际在服役的 这些品牌的这些机型 来的有用 有这个来的实惠 所以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 因为框在这个无人机 国家队的框架底下 导致我们的国防部 只能向国内的厂商来买 这个才是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队的最大困境 无人机产业也好 或者说我们的军方要去采购 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当这两个 这个政策方向跟军方的需求 合而为一的时候 会不会反而变成 有点像是亚苗助长 因为我因为要你快速长大 我赶快把钱投下去 你赶快去找了零件来 我们要你赶快七月份九月份 赶快拿过来验证 反而你为了交建 然后呢就是敷衍应付 那这样不是反而不好 那个值完全没了 没错 所以关键是品质 因为我们的军方的对无人机的需求 是绝对有的 绝对有 这个已经变成是不管是二乌战争 不管是现在的这个尾巴冲突 都无人机都占了 现在现代战场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无人机这个采购不会有问题 而且我们这次叫做什么 军用商规 对 它终究是商规 它不是军规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的军用商规 是用国产的 是用我们的国家队 也就表示我们的无人机产业 其实还没有办法 真正进入到所谓的军规 来老师你怎么看 我今天比较有疑虑的是 这些无人机到底会不会跟一些雷达是有关系 商用雷达跟军用雷达 如果今天大陆真的打来了 那这个雷达没有的情况下 他们怎么样飞 好的这个使用雷达的无人机 他们当然有军规的军规军用 军方已经在研发了 好不好还值得检讨 因为经常摔下来 在什么时候开始研发 小弟还在部队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透过一个秘密的系统 经常会看到他们说会发布一个秘密的消息 军事情报都说我们现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时候要起飞 第一次看到我想说下面马上跟那条罪回 我赶快跟隔壁的情报官讲 好像有罪机也不得了 他说没有那个是无人的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我原来在实验这个东西 好一路摔摔了十几年 现在终于小有成就 那个军规的部分 我们有自有一套的雷达系统 自有一套的指引的导引系统 因为那军事机密我也不太清楚 好就看他们实际上展演起来 就是符不符合军方的效果 不过像这些军用的 但三规的 他绝大多数在使用雷达上 其实没有那么样的先进塔 所以现在政府的策略是 我一口气撒下去 很多家一起来接 到底有几家最后能够存活 不知道啊 因为新创事业都这样子嘛 100家搞不好只活个两家 你就说剩了怎么办 就跟美国人买 不然要怎么办 但是如果自己有 美国人是不是比较敢卖 这个根据我们过去台湾军购的 相关关系的确 就是要嘛你也是做了半天 做出来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 好了好了我整批卖你 好了好了我连雷达卫星一起卖你 所以啊 这些事情该不该做 该做 但是要不要好好监督钱有没有乱花 我要特别强调 过去军规的无人机 一直都被质疑说 钱真的是丢到水里 搞了半天根本都飞不出去 根本飞不远飞出去 雷达抓不到 这种问题 他还是问题不能说什么 为了国家这个钱就该砸 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不只是金额高低的问题 精不精准才是问题的重点 林涛我刚刚提到 罗正芳他怎么说 他说我做不出来 买也要买进来 刚刚也有说到 其他没有办法做的 还是要从美国买 这样我想到一个Slogan 你终究要开欧洲车的 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要开 你现在一样 你终究是要买 为什么不可以买 然后绕了一大圈 还是要买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今天怎么又是一个业者 出来讲说我们要买 要买政府直接买就好 为什么要过一手业者 就是说这才是大家最大的关键 奇怪 我们去查一下 金额他这个董事长 他也不是公务员 他也不是国防部的顾问 他就是一家公社的董事长 为什么买武器又变成你在开口 所以这会让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有可能变成浅舰的翻版 可是你做一个军用三规 他还是要符合很多的标准 例如说他要制空时间长 他要飞行距离够长 他要兼顾耐用等等 这种有一种类军规的这一种技术 从哪里来 要不就是中科院 可是中科院现在在研发飞弹 要不就是进口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经纬才说要进口 但我万本归说讲一件事情 如果台湾真的要66亿的进口费用 这种无人机 听起来不是很高价 可是可不可以 我们国家自己去买 不要再过一手 不是 你鸡蛋你要透过超市 快晒你要透过高登 你现在又要再透过经纬吗 林桃 你意思是这个国家队的问题 现在出很大 对不对 你知道这蔡政府8年40个国家队 你告诉我们这国家队 他到底做什么 我会很担心现在连这种无人机的国家队 我都会怕 对 基本上要加一个 我希望不要未来有一个 叫做无人机国家队的弊案 好不好 我们看到现在的国家队 变成一个负面的名字 本来大家说很团结 我要桃园 我们要 你知道 民进党 我要桃园队 我要国家队 我要什么队 对不对 结果现在国家队 变成一个负面的名字 变民进党 你加自己的队 怎么讲 绿电已经讲了多久了 可是其中一项你看像余电共生 到去年年底 只有达到目标的一层 这很夸张 然后你说了 这个我们讲的绿电 你要百分之二十 就现在下修百分之十五 而且要2026才能达成 然后我们其实看到台南的雪甲 光天案等等 这些案子全部都一而再再而上 来告诉大家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大家最近最谈的最多了 我看所有的造势场合都讲到 快塞200万的公司 去承攬16亿的生意 大家很生气 然后鸡蛋50万的公司 资本额的公司去承攬4点多亿 大家都很生气嘛 赵和 而现在被大家很关注的事情 剩十来一天了 蓝白到底要不要喝 到底要不要喝嘛 现在每个街头小巷 很多赖都说赵和 你觉得要不要喝 我怎么会知道要不要喝 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柯文哲一起积极地 在跟郭台铭来招手 到底会不会郭柯配呢 他说不会 只有郭柯和 那要怎么和呢 好 我们来看到 10月2号 柯柯午餐会 他被问了 柯文哲说没有来讨论 日元贬值的事情 殊不知昨天10月8号 晚上再见面 来看一下幕僚怎么说 黄世修说他们吃乳肉饭 本来就会合作一直在谈 但是陈志涵比较不一样 他说谈话触及议题不便透露 之前柯文哲不是说 我最讨厌密室协商吗 你现在为什么偷偷见面了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好 另外呢 柯文哲之前也有说过 没有柯郭配 但有郭柯和 原因是什么 郭的外号叫做BB Big Boss 当大老板 当冠 能当政就当政 谁会跟你当副啊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嘛 但是怎么样去合作 非常重要 包括郭伴跟柯伴 一个说会尽全力 整合在力量 另外一个说 郭柯和做 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 那现在呢 还有一个意外的插曲 之前范成年不是因为会选案 拜拜了吗 现在 哇 现在连这个地方人士 现在有传出 是别人写出来的 他说这个 郭柯会面时 屏东县长 周典论 周梦荣 曾坐上兵 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地方要脚还是挺 他们两个和 到底怎么样 到底要问 那现在从一中哥 我们先来问了 第一个 柯文哲说他最讨厌密室协商 昨天这不就是密室协商 还吃卤肉饭 然后说谈话处几义题 不变透露 是在骗所有人是不是 以前阿伯讲过一句话 我现在引用 柯文哲说的 话来听 那个都能吃 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反反复复 所以你不能去把他 所以柯文哲不是常常在失言吗 所以他的话听听就好 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物实主义者 只是说现在这一把 你看到现在大家 我们主要录章 大家论说 到底蓝白要不要合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主角 最大的得利者是柯文哲 他已经赢了 他不管最后有没有选到底 最后有没有跟国民党合 他已经赢了 因为所有的声量都在他身上 大家都看他的营业之间 那在现在两条路 我跟大家分析 第一条路就是什么 就是他如果不跟国民党合 他就是所谓的郭柯和 或柯郭和 那他也讲 郭董是这big boss 所以郭董一定要当政 但是看起来 郭董没有要 跟他的讨论里面 郭董没有要当政 但是他愿意把郭董 拱到一个比总统还大的位置 就是一个类似 台湾的全权代表 然后什么 他的政见这样 让郭董觉得 没办 柯文哲你有看中我 因为把我重视 那郭董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还有三百多个连署站 还有这些全部的资源 他都可以用到选举钱 跟柯奖 所以柯需不需要花钱 选政其实是要需要 最后两个月要花很多钱 对不对 郭董说 没关系 这些都借你用 因为王继平之前跟柯文哲 讲一句话 柯文哲其实听在心里 他说你一直跟国民党说 你要当政的 那问你一个问题 那钱你要出吗 为了那些造势活动 那些全部的补助 你出了 你有那些材料 你没钱了 他现在有郭爸爸 他说我如果跟郭合作 郭的这些地面这些东西 全部都归我 所以他郭柯这件事情 他稳赚 他有这么精明啊 第一个不用花钱 第二个是什么 他还可以弃保 他讲郭台铭 至少还有一些民调 可的话到时候去弃保你国民党 所以这是一招 那第二招就是 我讲的放大绝 他最后选择一招就说 好 老子就跟你们 你国民党那么希望和是不是 然后又不敢跟我比民调 是不是 我柯文哲 无条件当你国民党的副手 你说这时候反而国民党要不要接 他无条件当你副手 你要不要接 接的话国民党人也觉得说 看你不 人家应该是比民调 输了当副手 结果他现在怕你 你知道你不敢跟他比民调 他就直接 直接让做你的副手 这件事情 其实国民党压力会大 而且我现在讲到一件事情 当年的南韩总统 2022年的南韩总统选举 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你知道怎么样吗 跟大家分析 现在的南韩总统是尹熙悦 大家都知道 国民力量党的尹熙悦 但是当年他的选举非常的精彩 他当时有三组候选人 尹熙悦是在野党 他是国民力量党 然后另外当时的执政党 是共同民主党 是推出李在明 这两个主要大咖对不对 还有一个第三个叫做 国民之党的候选人叫安哲秀 所以其实是三咖对就算了 最后就是因为民调 韩国民调那时候也是追得很近 选前六天 国民之党的安哲秀 推出一个大决 他说他无条件支持 在野的那个国民力量党的尹熙悦 他全部支持他 选前六天 结果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 选举开票的结果 跟大家报告 指这就现在赢的那个尹熙悦 拿下48.56的选票 共同民主党落选的李在明 拿下47.83% 很近啊 两个只差了0.73% 以选票来讲差了24万票 所以我问你 安哲秀最后那一把 有没有帮助尹熙悦上去 有没有帮助 你觉得柯文哲会不会在选前几天 当然我们台湾的选举是 不能退选 就是你选票在上面 但是问题是 他有没有可能玩到选前六天 他就学安哲秀 好啊那我就支持你国民党 会不会玩到这个时候 你过去国民党现在大家真的没在收 伯基哥你怎么看 现在柯文哲跟郭台铭 会不会是互相是在演戏 对于郭台铭来讲 我现在好像 虽然我有100万的 100多万的联署赎在上面 但我想要下车啊 对柯文哲来讲 我跟蓝好像也没那么好 好像也没办法谈成 那我就找郭来当我筹码 是这样嘛都有盘算 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归到说 郭台铭他参选 一开始他就说 他是为了整合而参选 所以当他拿到100万份的联署赎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现象是 如果你拿到100万份 应该敲锣打鼓到全国去 感谢环台去寻回感恩联署吧 感谢这么百万人 让你有那么大的能量 可是看不到郭台铭心中的喜悦 看不到 那我当然 里面可能有司法案件的 有什么样的因素的 可是 对郭台铭来讲 这100万联署 会不会只是他整合的筹码 只是来谈判 未来他跟哪一个阵营 合作的筹码 当然我认为郭台铭目前 都还是有参选到底的可能性 而柯文哲 他现阶段在蓝白合作 已经濒临破局的这个局面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要把郭台铭拉在我的身边 拉在身边的用意是什么 跟国民党讲 我不是只能跟你合作 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 如果我跟郭台铭合作 三方这个三足鼎立的模式 成功的话 最后就是玩气宝战 所以柯文哲已经开始做了 他的这个所谓的蓝白合之外的 第二选择了 我觉得大家就要把这个状况看懂 对柯文哲来讲 他谁都可以合作 他确实 我不定像易中说什么三星较 而是今天在选战当中 输的人才没有话语权 你要参选 你就是要争取赢嘛 你不管今天 甚至我觉得侯友宜 都应该去找郭台铭 寻求合作 都应该去找 就是在野力量 本来的逻辑应该是 极大化才有机会赢 现在的执政党就是民进党 可是当在野的力量分裂的时候 各自的在野的阵营的去做结盟 这个非常合逻辑 只是只是现在会有一个困境 就是我听到的郭台铭 还在纠结他要当老大 还在纠结当老大 对他还想当老大 他还认为他是 我有100万份连署书啊 你应该是民众党 就直接提名我郭台铭选啊 副手你柯文哲要不要来当我的副手 所以你看 现在两边传出来 第一个陈志然说 他们不方便透露 可是郭伴说 我们在讨论总统职权的问题 没有触及不分区 这个讯号就是说 郭董目前在 郭柯和这个选项 他还有一点坚持 薄吉哥会有可能吗 你刚刚说国民党要去找 这个郭台铭 但是郭台铭现在可以看到 二十几件的全台会选将一路烧 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形容说什么 找郭台铭合作跟找毒药一样 如果今天回去找他不是很危险吗 甚至柯文哲跟他合 如果要做司法案件真的爆 越往越上烧 那不是更危险吗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 现在为什么有一个阴谋论说 民进党的司法去查郭伴的 这个联署的用意 就是让你蓝白不敢跟郭和 他变成一个毒药 你谁敢服毒 你就是自杀 可是对郭台铭来讲 他看中的不是那个司法案件 他看中的是我那一百万份 你们谁敢跟我合 所以我说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可是对郭台铭来讲 你要他 他现在花了那么多钱 花了那么多的力量 拿到了一百万份联署 你要他转身突然离开 他甘愿吗 所以现在就我了解 郭伴里面就是主战派组合派 在拉扯 一派就是要占到底 一派就是要可以谈 但是要当老大 也有一派说没关系 我们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复杂 但是不要忘记 郭台铭叫Big Boss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事情都他说了算 最后能不能柯郭合作 是郭台铭说了算 来林涛你怎么看 刚刚一直说 柯伴里面有主战派跟组合派 国民党何尝不是 柯文哲已经到处跟他抛媚眼 你们主席还要点点 硬起来了吧 主席其实对外一直讲得很清楚 我们自己有做好独立作战的准备 可是蓝白河如果说要有一% 还有的可能性 基本上就在朱立伦身上 如果今天主席一时爽 蓝白河就变这个分场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连主席都开战 那基本上蓝白河的几率 是趋近于零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主席要沉住气来 想说那我们来讨论 那如果你要全民调的话 我们也是全民调 可是我们认为这个联合政府 必须要比个人也必须要比球队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 炸锅的状况是 昨天科办又推出了三份民调 那民调两件事情 一个是有磕就没有猴 有猴就没有猴 代表蓝白是合的 有一个人是被 又有一个人没选 所以你也认为 只有蓝白可以赢过赖金德 这是你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你提出个名单 全部都是你赢 那跟今天的ED TODAY民调 又不一样了 那ED TODAY或是过去美丽岛两周 目前看起来侯友宜都是稳定领先到 五到六个百分点 那我们也没有拿这样子的一个民调出来 说嘴或是出来炒作 重点是我们要看的是侯科跟科猴 能不能赖销 那目前看起来最新的民调是都可以 那难道不应该把你们两个的组合 都交给民意检验吗 第二个我们在选 其实过去你知道这些藏蓝小姐姐们说 我们不要蓝绿 我们要白 代表你们台湾民政党比这两个政党好 所以我们要比这个政党支持度 你不是应该最开心吗 基本上你不是讲说你形象最好吗 你不用担心 你怎么担心跟国民党比政党民调 所以这样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很吊诡 你可以看到最近什么 我必须要最后要讲 为什么最近柯文哲的民调是下跌的 因为两件事 郭台铭的司法的案件 你去跟这个郭台铭 现在在炒作这政治 大家会觉得负面的因素 大于正面的因素 第二个人家觉得你参与这个蓝白河 没有诚意你在玩蓝白河 如果这个印象定了 我认为对接下来台湾民众党 往前走的力道的阻力会加大 林涛你们会有一种觉得说 主席现在虽然是要忍耐或什么 但是包括蓝跟白的支持者 在底下他们已经暗耐了 暗耐非常久 已经快要爆发了 每天都在传赖互相骂骂去 你们最后没有合的话 等于是蓝白是完全分手 选民不管在总统上面没办法合 立委也没办法合 这样是双输 对基本上我觉得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一定要合骂 否则你总统必三咖喀 四咖喀就是输 然后立委现在整个状况 大家希望国会过半 有一个新的台湾 第三波民主化的联合政府的政策 也没有办法达成嘛 所以你不是过去台湾民主党 跟国民党讲得很开心吗 蓝白河重要的价值 就是四大共识 要创造台湾第三波 怎么现在都在谈 个人跟个人的利益呢 个人跟政党利益呢 所以照合我必须要讲 昨天下午去巴得住讲 那基本上台上喊什么 下面的人都对 结果说大家要蓝白河对不对 我看到有一个人摇头 那是我们国民党的支持者 你就看到那个情绪有多高张 基本上大家觉得要合 可是听到蓝白河 就会想到柯文哲 或是这些主战派 大家的这一种主战的基调 就会很自然的摇头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两个礼拜 接近15天 接近最后的dayline 大家有的情绪 老师你怎么看 现在有很多的消息 就是柯郭嘛 柯郭 甚至新闻也有爆出来 包括这个郭正亮上节目 也有说到底谁是柯最好的副手 他直接讲就是郭台铭啦 他们现在真的是两个 从原本被笑说是恐怖情人 到现在真的要变情人 好的 这个恐怖情人说 从金门的海滨的议会 小金门 小金门海滨看海 两个男人到底讲了什么 那事后传出来 柯文哲觉得我好像被绑架了 好 但是后来郭台铭 他的整体的气势一路下滑 自从那个高点之后 就真的是不行了 一路下滑 滑到现在 是郭台铭代价而估的价 即将最晚 是在下周二会开奖 14号之前要公布 他到底有多少份数 一定没有100万份嘛 一定会往下修嘛 如果他修103万份 结果验出来103万 哇塞 这郭董良率 创始上新高 可比美iPhone 好 那如果他的份数变少了 气势开始衰落了 那他的谈判的本就越来越少 所以我必须说啦 郭董时间不在你那一边 你要做决定就要快 但是郭董有在做决定吗 这一个礼拜以来 除了这个高尔夫球的消息 我们很多人的很多的朋友 分别以不同的朋友方式 看到他在打高尔夫球 好 唯一亮相被大家拍到 是高尔夫球行程 就是郭董的行程 已经降到了最低 在能量这么低的状况下 有人真的会把他吸进来吗 其实国民党都觉得 其实郭董已经不是他们要讨论的议题了 这个郭董如果少到极限的话 你要合不合 你要跟他合你还要再里让一些东西 让给柯文哲的都不够啦 要让给郭台铭 没有这个空间了 就剩下柯文哲是不是要容纳 郭台铭的立法委员而已 要谁 如果是邱毅的话 如果是蔡振元的话 代表郭台铭入政 那民众党自己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实际上民众党也不会接受 你意思说像以前高宏安模式 类似像高宏安模式 可是这是郭台铭也没人嘛 现成的大概就是 在这边串来串去 想要去演什么赖佩霞 这个所谓柯赖佩的这种 干脆就配赖心得算了 就是这种的操作的模式 我个人认为就是 放话则有益 听者全部放在心 所以原则上就是让这些 放这些是什么柯 就是柯郭河 柯赖佩 这些消息的人 稍微赚到一些新闻声量 真正要把此案通过 真正要把此案推到过 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的 柯文哲在昨天 除了有跟这郭台铭聚会之外 另外他也抛出了三份民调 不过这三份民调 真的是被外界泡到爆 甚至连对蓝营过来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朱立伦说 这不是我们要的 柯别在受主战派的影响 他用棒球赛事来形容 不是球速最快就是最好的投手 你后面还有人要帮你去守备 你还有捕手还有打者吗 对不对 这么多人不是团队的比赛 那侯伴反而是冷冷 他说民调怎么只是做个人的 之前不是同意 侯柯 柯侯 那你的声明都是玩假的吗 昨天的那个民调 大家可以拿出来看看 就是单人嘛 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铭 赖青的 说好的组合去哪了呢 好 那现在有个最新的是2024选战温度计 这个来最新的预测 赖青德是第一 后友宜第二 28.29 柯文哲放在后面 25.97 然后郭台铭 11.59 那比对的这陆陆续续 包括美丽岛 其他的民调这样比起来 就跟他的三分内三民调不一样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来 福奇哥 其实我从来没有印象 柯文哲有答应要侯柯跟柯侯的民调 从来没有 他只有说选票上面要同意 不是不是 从来没有这个声明 从来他从来没有 侯伴这个是有点 我觉得是有点在玩文字游戏 那个是当初 你记得侯友宜当初拿出选票 要侯柯侯 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这样的 对 那这个东西 柯文哲从来没有买单过 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柯文哲他拿出这三份民调 叫做模拟考了 我的他的这个全民调方案 他们自己用委托三家民调机构去做 这个叫自己的模拟考 其实侯伴根本不用那么的 这个情绪受到这个影响 为什么 如果我自己去考模拟考 我自己办的模拟考 我考的很差 我干嘛公布 柯伴公布柯文哲 他特别去公布这三份民调的用意 只是要证明自己是在野最强 他只是在告诉你 蓝白你不跟我合作没关系 我很强 他真的很强啊 他是第一名 他自己出来选就好了 对 所以我 所以我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叫做我在跟你喊话 我是够强的哦 你们确定不要跟我合作吗 我的模式我是最强的 那对侯伴来讲 当然就是这是你的模式嘛 所以就会有拿美丽岛电子 直播民调啦 今天还有ET Today 还有这个什么 其实这个选战温度计 他叫预测他不是民调 那总之 猴伴可以拿出也可以拿出一百份说 我是猴大鱼科 今天这样打下去 两边就是不会合作而已啦 那两边就只是累积相骂本 至于民调怎么做 我必须要讲哦 比如说像这个民众党 他那三份民调里面 他的手机跟式化的比例是7比3 就是说式化七成 手机三成 这个在之前民众党 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民调方案 是没有的哦 以前他们是要百分之百手机 或是55波 55比哦 可是他这次是给式化七成 民调三成 他意思是什么 就算不用我们的方案 我多给你式化两成 我还是赢 他想要凸显他的强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内参民调 这种自己内阵营委托的民调 把他拿来公布 这都叫做战术 他是在告诉整个社会 柯文哲很强 在侯友宜 如果两个人只选一个人的时候 只有柯文哲会赢 他在营造这个形象 另外你注意看他这个 他那个题组里面 他都把郭台铭放进去 对 他为什么都还要把郭台铭放进去 他在遵郭 所以跟前面就是说他一方面 这一份民调是在跟国民党喊声 二方面在放给郭台铭一点温暖 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会把你排除 两手策略 没错 所以他接着你看这个民调早上公布 下午他就去跟郭台铭见面了 这都是计划好的 他现在基本上蓝白已经合不成了 抛出这份民调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分手了 因为我比你强 我们可以分手了 除非你想通了 你后一想通你不要再坚持什么政党比例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立委什么票选 你把你们什么AB方放弃 跟我全民调 我们再来拼 所以现在等于就是柯文哲 公布这个就叫做开战 开战就是我很强 除非你证明你比我强 那当然我认为最近侯伴同样的会有很多民调证明说 在什么什么杀咖都斯咖都斯侯友宜 当然两边这样打下去 我告诉你 最后赖清德说 不好意思我还是最强 现在不管今天哪一份民调都没有侯友宜 柯文哲赖清德三个放在一起的 有侯领先或是柯领先 都是赖清德领先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都是双方的选举战术策略的考量 那只是这些民调的公布 他们都我必须要讲了 没有办法说服全部的老百姓 他只能说服自己的支持者 那最后只会导致这个合作的难度越来越高 所以呢就从我这样看起来就只是 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 现在看起来柯文哲就是要往郭台铭移动 而去跟侯友宜校正 一中哥这个民调出来之后难道真的是自我催眠吗 还是真的分手快乐 这首歌真的要唱起来了 秋西郎如果按照他的民调身份 民调那么强贏那么多的话 你就自己选 你就不用去什么蓝白那边讨论 你也不用协商 俗辣 没这个栽调啦 他那个叫做吹哨子壮胆 秋西郎 我讲美丽岛电子报就好 因为美丽岛电子报 他算是国内做最多的 他已经做到66波67波68波 这几波柯文哲一直爬不出20% 他民调就是在20%以下 票都不见 那侯友宜20多那金得30几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民调一直出来之后 就显示出你柯文哲你没效 刚好他最近又遇到那个徐春莹的争议 有没有 所以没台湾是看到大学生敢呛行 就是因为他最近压力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赶快拿出他所谓的这个内参自己做 否自己的乱家权的 然后跟大家说 欸我这厉害我很多 你侯友宜输 那你如果这么厉害你就自己算 你就自己算 我求你不敢 我讲了我就笑你不敢啊 我刚刚讲柯文哲最后还会 最后还有可能耍大决 像当时南安那个候选安哲秀 他最后搞无条件支持国民党都有可能 你如果这么有宰调 你现在就对天发誓 在新童城华庙发誓 我柯文哲选到底 而且绝对不会什么 当副首我也不会去 跟国民党有任何的合作 你就看到底 笑你笑你有效 敢不敢 一句话 所以不要搞到最后只 你知道把大家玩在鼓掌间 那这里面最估的就是国民党 你知道 国民党就说 可是仿间民调我们有赢啊 怎么样 就说 欸你们国民党以前玩的这个 什么仿间民调 现在内参民调 现在玩柯文哲玩这一招 国民党以前玩内参民调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仿间民调很差 所以说我们内参不错 他们现在内参 他们现在仿间民调起来了 所以现在变成柯文哲玩这一招 玩来玩去 我就是笑你不 拜托 选到底 自己玩 最好就你不管你要怎么玩 我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对我们来讲 大家已经看得很腻了 搞这种放话游戏 然后最后还突然来一个大转弯 我觉得 我觉得不要说选民 就已经是 拍虚拖背了 那对我们来讲 对不对 就不需要这样子 就是干到底 有杀子 欸 林涂 现在柯文哲这样变来变去 连连我都快看得不太懂了 一下说要选到底 一下又说可以当副手 那现在又要选到底 然后主战派 还有这样搞 民调出来又跟你们那边站 要忍多久呢 真的要忍多久 我们的支持者忍不下去了 我说先回应刚才 一中哥讲的 就是内参民调过去国民党 其实过去国民党跟郭台铭的 是有13份民调 有包含内参 有包含方间的 所有的民调都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其实都有参考 不是说我们自己内参就算嘛 所以跟柯文哲这边还是有差 柯文哲你今天把他拿出来发现 再还没有加权钱 那加权参数本来就是各自的机构 本来就各自的调整 加权钱全部都国民党赢 个人赢 组合赢 政党赢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很尴尬 你被看破手脚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今天过去是谁一直坚持全民调 后来说我也不坚持全民调 后来版本拿出来我坚持全民调 国民党是从民主的初选 一路退到德国制的全民调跟日本 而且你又不选德国制的全民调 你又选日本 然后选完日本又骂日本的方式 所以都是你在讲 都是你在变嘛 林导我想自己要问你一件事情 听说朱主席当下真的非常气 就是他认为说我接到地方 你一定跟我说可以 那之后又跟大家讲说不可以 你解密一下朱主席的情绪到底怎么样 基本上再怎么自己都要沉稳 这就是主席现在该做的基调 我说真的过去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很多时刻主席都可以炸出来 他每一次中常会在楼下都可以炸出来的 但是他还是说六成的民意 希望蓝白河 台湾需要第三次的政党的民主化的浪潮 他还是忍下来 所以主席在讲完话之后 回去就捶自己的脚又忍耐这样 所以我怕他内伤来通电话啦 说真的因为讲蛮长的 所以基本上是他们对于日本的这个方案的意象是有兴趣的 反而是对于德国这个全民调50%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然后他选了日本 然后直接说你再把我当什么888等效 那就变成说大家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觉得日本不可行 你就选德国 再来讨论全民调的内容 这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吗 所以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 变得我看起来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主战牌 柯文哲到底为什么最近民调会低呢 虽然他三份民调自己做出来是民调高的 但是现在问题点很多 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徐春英 我们在节目也讨论非常多了 陆沛不是没有做 但是我们想要今天讨论的事情是 柯文哲你为什么要说谎 对不对 之前柯文哲说我跟徐春英不熟啊 我根本不认识他啊 他提名怎么样都不关我而事啊 好现在来了 包括这个激进党的吴辛黛 他说他在2019年时候 大江南北新住民园游会的时候 徐春英还向柯文哲介绍摊位的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啊 你说你跟他不认识 那我可能你在弄头发的时候 有没有同样的 徐春英在你后面啊 那你现在 现在科办这边怎么说 他们今天声明叫做 没刻意说谎 你是不是还是说了谎的 来老师怎么看 这个 如果不是忘记 当然就是害怕想起来 就是这个人 曾经出现在你身边 你给他乌龙过了 那就是你可以说是忘记了 就像大家做政治人物身旁出现 这个理长这个协会理事长 如果你目中无人 当然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你说我这个人没有见过 为什么 过去你就只觉得 这就是一个小咖 不重要的咖 哇这个对我没有帮助 没有影响 所以我就让他pass过 其实啦 柯文哲对于人的记性 也真的没有到很好 你要说他是刻意说谎 应该不至于 但是目中无人这件事情 百分之一百 所以原则上来说啦 柯文哲对他来讲 徐春莹有没有利用价值 对他来讲是有的 不然不会炒一整个礼拜 这一整个礼拜我就讲白了 我们网路上去看那个数据 柯文哲大概有四分之一 到五分之一的声量 就是整体民众囊的声量 是由徐春莹贡献的 你大概会说这负声量吧 那是大家都在骂 可是对现在的柯文哲来说 很需要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嘛 不透过这个撑过这个提名前 不分区出来前的时刻 我要靠什么撑过去呢 然而现在这个印象已经放上去了 你一直强调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公开透明 当然这个人似乎有蛮多隐藏的部分 你今天不把它彻底切割干净 那么就是放任大家 让大家自由提款 到最后选举投票之前 你民众党的形象 会不会被徐春莹洗得非常红 已经不是蓝的 因为蓝的程度刚刚领导讲的嘛 他在巴德喊说蓝白盒 台下有人摇头啊 因为巴德人家有提名 也有人在选啦 人家不要跟他认识啦 所以回归根本啊 形象都是慢慢塑造出来的 柯文哲不要以为 别人像你一样见过就忘记 义仲哥我们路配争议 我们先不要谈 我们就问柯文哲这样子 从军们说我都不认识 到现在又被抓包认识 还要用多少谎来圆另外一个谎 主持人你刚刚讲的是左边这张图 他说他本来没见过徐春莹 那无心带贴合照 那是这个圆游会 那是2019年 所以柯文哲说 政治人物来来去去 跟很多人这个不知道 还说得过去 我们看右边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 这个是谢立功 民众党的前秘书长 他怎么讲 他说他其实是徐春莹是他概销的 是在去年底 今年初就2023年初的时候 注意 他说与陆配相关的参会场合 他介绍徐春莹给你认识 所以是在参会 不是那种原来会那种瓶水相逢 是参会就有认识 有见面 对 然后第二个 今年3月的时候 谢立功出席一个新住民的活动的时候 徐春莹当时还是什么 谢立功说 担任主持人的徐春莹理事长 是全场的灵魂人物 所以他是很重要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才会 徐春莹这个重要的角色 才会摆进民众党的不分区 那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你今天堂堂一个重要的党 你要把一个不分区 而且是安全名单放进去 你说你主席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你也不知道这个人 然后就莫名其妙 就摆进了不分区 你变成笑 不分区 而且是安全名单 这么重要的人 你给我说你是 不知道路会看到 就刚好遇到 这种话你觉得鬼会信吗 所以我说你这种东西就是 我觉得他有点over 就是说 好你今天徐春莹有争议 那OK那你就去解释 或是徐春莹去解释 那如果解释不来 你就说那没问题 反正民众长还没正式提名 那我们反正 他可以推给什么 选举决策委员会 然后最后就不予提名 但是你一开始说 为了想要避掉这场火 你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像这件事跟你无关 这合乎他的个性 因为柯文哲确实就是这种个性 好像好的都是他的 不好的就是下面的人 所以他好像要推给下面的人 意思就是说 是你们下面选对 会决定给我没关 但是你被人家这样打脸以后 我觉得平常一讲 最后受到更大的伤害 是你柯文哲自己 因为你无法自圆其说 现在徐春莹 我看最后他大概也不会放进部分区了 已经争议那么大 可是问题是伤害已经造成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 在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开始下跌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那些年轻票 跟那些中间票跳走了 这些票并没有选择去支持蓝营 也没有支持绿营 但是他们选择观望 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对柯文哲失望 再加上陆陆续续的争议 这些票可能真的就不会回来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必把状 除了柯文哲变来变去 看不懂之外 现在赖清德这个地方 不是都打抗中保台吗 今天有个新闻 让我觉得非常shock 他说人权无国界 终身因纳健保 还记得当时 要这个终身纳健保的时候 民进党这边弃的钥匙 直接在挡 那现在卫福部说 比照外籍生 还要取消六个月的等待期 最快明年新学年上渡 保费要调高没有错 但是对这个健保财务 冲击不会那么大 那国民党当然是说 民进党过七年多 一直挡 对不对 你怎么要选举钱 突然说OK 良心发现 又把陆生当保了呢 另外还有这个代理孕母 这件事情 当时也有媒体去问薛瑞源说 代理孕母到底会不会顾 他说其实是有困难的 单身族群的人工生殖 比较有共识 但是你说同婚 那些是比较困难的 没想到11月8号 薛瑞源说了 这个人工生殖法草案 将会纳入代理孕母的选项 而且不孕夫妻之外 也有同性伴侣 及单身的女性 好 我们知道这次 明年就要选举了 这次在党当然提出了很多的政见 包括侯正宁提出了巴士亮表等等 马上跟上嘛 来 杨明哥 现在真的是因为选举 还是是因为真的良心发现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我必须要讲 民进党从执政之后 就一直主张要把陆生纳建保 在2016年底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亲自拍板 要让中国大陆来台湾 就学的学生纳入健保 请问现在几年了 7年多了 有吗 还没有成啊 还没有啊 2016年蔡总统自己拍板 那时候一模一样的版本啊 他说要全额自付保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结果现在赖金德要参选 又拿出来再讲一遍 其实是你们跳票了 是蔡英文说了拍板的 立委没有坚持去推 立法院谁多数 绿营啊 民进党啊 是啊 民进党 拜托现在在野党双手双脚 都举不赢民进党啊 所以现在你民进党立委也多数 持中央也执政 蔡英文也拍板 为什么这7年过不了 等到赖金德说 我们人权无国界 应该要让他们纳入健保 为什么要再讲一遍 不用啊 蔡英文现在就可以做了 现在立法院可以直接过关 不需要赖金德提出这个证件 不是吗 不是吗 绕了一圈还是一场空啊 那当然在马政府时期 民进党是对陆生纳健保 很有意见 那时候现在的赖金德的 竞选总干事叫潘孟安 是 他说陆生在台湾没有缴税 凭什么纳健保这样不公平 那个时候民进党是这样讲的 好 结果昨天 因为民进党这个赖金德 他在中常会讲出这样的话 今天他们立委的群组炸锅 林静怡 最挺赖金德的林静怡说 真的被骂惨了 在这个时候 刚刚讲到徐春莹 我们民进党打徐春莹 你怎么可以让他纳健保 结果他说他被骂惨了 结果旁边罗志正 邱盈他们说 我跟你讲 外籍生就是中国学生 中国生就是外籍学生 要这样讲 他们就是外国人 所以外国人都用一个标准 这样比较容易让民众说服 是这样吗 感觉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定义 在民进党里面是可以弹性调整 那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民党来讲 其实他的政策没有反复 蔡英文总统2016年拍板了 可是民进党一直摆烂不作 等到要选举突然又从箱子里面拿出来 说我要让他纳健保 各位观众你们看得下去吗 来林涛为什么到选前 真的民进党的所有才要动才要动起来吗 说是选票还是真的是良心呢 当然是选票 不是赖金德过去不是高举台独吗 结果现在说他要轻忠嘛 不是要轻忠 就现在说要保台嘛 就是我不台独了 我走蔡英文的四大路线 就转变之道 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好 为什么我说这一次是假好心 我讲的这么直接 因为基本上看伯基哥已经讲了 2016年民进党都提过 而且我告诉你 那时候提的时候 陆生的总额是9,327人 现在剩几个人 现在剩378个人 现在剩这么少的人才要提 才要讲 才要过关 假的 假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夸张的是 过去的这个亲中立委赵天龄 自己跟中国大陆籍的 这样子的一个小三搞成这样 结果自己是怎样 在立法院职业的时候 反对说陆生健保是负担 这全部都是一些双手的标准 益仲哥你怎么看这次代理孕母这件事情 其实坦白讲蛮棘手的 相信很多多方的都一定会为这件事情而吵 现在薛润云也直接讲了 代理孕母其实包括不孕夫妻之外 连同性伴侣单身女性都可以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 老实讲跟柯文哲有关系 尤其是他提的 他也不是提 这个人工生殖法代理孕母这法案 其实在国会已经放20年了 只是说陆陆续有些争议 9月的时候柯文哲就去支持这件事情 重点是什么 除了柯文哲支持还有另外一个 陈昭之这个角色很重要 陈昭之是何许的 他是陈水扁的民间医疗小组的发言人 等于是最核心的扁系 这一位陈昭之他过去推动这个人工生殖法 他是支持的这一方 现在有传出来说民众党安全名单里面 还有陈昭之这个角色 他放这个有代表两个意涵 第一个陈昭之是独派的算代表人物 扁这边的人这一个独派 第二个是这个人工生殖 目前如果按照陈昭之的说法 他说他们民调里面 台湾有近八成的民众 不反对这些不孕症的夫妻 用代理孕母 所以其实民意是高涨 加上同婚也过了 支持同婚 行政院自己做的民意调查里面 今年做的支持同性伴侣 可以这个代理孕母的这一块 有将近七成是同意的 所以等于是民众的民意是高涨的 那你说那民众高涨为什么不做呢 其实卡在一个角色 叫做台湾女人 周一到周五晚真时点 请锁定 还你必把转